4399上的一款游戏 设计理念领先全球 玩法全球独创 玩完之后 我整个人都精神了 最后甚至忍不住想夸做的一句 是个人才啊 昨天半夜睡不着 我又打开了国内顶尖游戏平台4399 准备找一个游戏放松一下 然后睡觉 我这定眼一看 就发现了一款叫吃鸡模拟器的游戏 当时我就被这可爱的图标 精致的人物建模 动感的BGM给深深的吸引了 但是当我进入游戏之后 我真的是理会状牙吧 那是目瞪口呆啊 我就想问一下 这是什么刁钻的角度 我金某人浪迹江湖30多年 什么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我都玩过 但是这从头顶上俯瞰的 上帝视角设计游戏 我金某人还是第一次玩啊 更奇葩的是 这设计弹道那也是一绝 你战斗不动 它会往前胜你 但是你一动 它子弹就往后飞 然而更奇葩的来了 子弹往后飞的距离非常的短 短到只能打在你自己身上 所以在游戏里面 你如果想追逐杀人的话 那一般都是这种场面 敌人在前面跑 你在后面追 你俩谁也打不到谁 所以在这个游戏里面 究竟怎么样才能杀人呢 在我金某人的一系列研究之下 终于让我领悟了这个游戏的精嘴 那就是超级路 骑到敌人头上打 这样就有效解决了 子弹往后飞的问题 如果你追不上 那也没关系 因为我发现了另外一种 击杀敌人的方法 那就是蛇皮走位法 你就这样来回转 把子弹往四周甩 当然 你这么一甩 但是大概论你是会被敌人子弹给摔死的 当你咯皮之后 游戏会用特别显眼的红色大字提醒你 武器太炸了 让你去图鉴里面换更高级的武器 如果你打开了图鉴 那你肯定会跟我一样 心动 因为里面有大波罗和火箭弹 然而 如果你真的看了广告换了武器 你会发现 你也会跟我一样 会变成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冤重 因为不管是大波罗还是火箭弹 在游戏里面除了模型不一样以外 其他不管是弹道距离 所以还是声音都是一毛一样 所谓的伤害提升呢 也是威护极威 因为你根本打不动敌 玩的呀 你以为这就完了 更搞笑的还在后面 当你血潮快见底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右边的广告加血 除了看广告加血以外呢 你还可以选择看广告开无敌模式 哼 聊到这个无敌模式 那就更搞笑了 当你看完30秒的广告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无敌模式 只有短短的5秒 太有才了 5秒 我有病啊 我看30秒广告 我换5秒无敌 5秒都干啥的5秒 作者你看不起谁啊你 这还没完 在你看广告的过程中 有很大概率 你还会被敌人给打死 这作者真的是个 人才啊 更有才的是 这游戏开局就会问你 愿不愿意看广告 提前进入攻击状态 啥叫攻击状态呢 鸡师傅 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 对于开局呢 默认你是在水里滑水 当你找到木阀之后 会自动开枪进入攻击状态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从开局找到木阀 基本上是1到2秒的时间 这作者自己都不想想嘛 我明明可以1两秒 直接进入战斗模式 我为什么还要花30秒的时间 看个广告再进入战斗模式 是我有病还是作者有病啊 我就想问问 你指定是有点毛病 然而最最最最牛逼的 还在后面 当你很开心 很投入的疯狂击杀的时候 你就发现场上的人数 会变成附属 重点是这个场上还有人 我就想再问一下 这个人头数是咋算的 这人头数还能欠吗 这假真是人才 当你以为这就完了的时候 我只能说你小了 格局小了 当你杀完场上所有的敌人之后 你会发现 你根本吃不了鸡 你就像这一把 我转了五六分钟 等了五六分钟 也没有吃鸡 这一幕 我似乎好像 在隔壁方块吃鸡见了 它不能说一模一样嘛 只能说是完全相同啊 我就想问问 这游戏做者都喜欢这样做游戏吗 都必须管管你吗 我好 我现在想到